來看最新的消息 外電報導 寶城集團提下的越南的寶原協廠 因為訂單的下滑 這個月底將裁員6000人 寶城也發出了聲明澄清 目前只裁員2000多人 並沒有外傳的6000人 那寶城就強調 外電報導2023年生產的訂單非常的少 這不是事實 寶城也不會延品牌客戶還在調整庫存 那麼預計最快第二季 就會回到下半年接單 回到了正常的滾道 那麼這一次的裁員 大約是佔了越南寶原協廠總員工 數百分之五 也就是2000多人被裁員 此外 寶原協廠從去年12月1號開始 一直到今年2月28號為止 實施為期三個月的員工代新輪修 大約是有2萬人受到影響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